大家坐了很久了 我来给大家唱点歌 唱点歌 陆老师 在唱歌之前 我得跟您说个事 不是我的请求 我今天在后台 突然来了一个老歌 主持人 你是主持人吗 我说对啊 我是啊 你怎么什么事 我是陆老师的老乡 我能不能一会儿 也跟陆老师唱个歌 我没当场答应 您觉得这是 我觉得可以 连欢嘛 你真的是这么认为的吗 没问题 没问题 那我跟你说陆老师 我当时我说 我不知道这个情况 我一会儿问问陆老师 结果旁边又来一个 我也是 我也要是 大家都请上来 可以 没问题 只要他能唱 那当然我很开心了 我的歌已经唱到了 加拿大温哥华 行 那我给你找找 我找到那俩人 老哥 君子哥在吗 君子哥 来了 君子哥 还有那位粉丝哪儿去了 那个老师我忘了叫 哦 对就是您 好 来来来 啊 君子哥刚才在后台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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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你是陕西的 老乡 相当 相当相当 你好 你好 陆老师 非常高兴认识 你好 你好 大家晚上好 我叫孟兴刚 是他的忠实的本货 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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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听着点 你看我们俩的胡子 还长得像 真有点 那我昨天听说一个 就有说 为了今天来参加活动 把胡子和头发染的是你吧 就是我 哎呀 那没有必要嘛 我就不染 人家多大年龄就多大年龄 没关系啊 你们能唱一壶老酒 非常喜欢这个歌 而且呢 非常喜欢您的作品 我是已经来到海外五年了 在这之前呢 在国内也是声乐演员 现在在我们温哥华 做声乐导师 今天呢 是陪着我的学生来比赛的 荣幸见到您 而且呢 我想呢 跟主持人商量一下 跟您唱一首歌 太好了 谢谢 非常喜欢这首歌 谢谢 因为我对这个歌的感觉是 怎么形容呢 就是有一种爱叫不能触碰 这个歌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 因为旋律特别美 不但旋律呢 把我带回了老家 而且呢这个词 写得我很揪心啊 所以喜欢这首歌 像你们在海外的 一定都有这种过程 就是回到北京 或者回到你们的家乡 陕西啊 东北啊 然后过完年要走的时候 你们的老母亲 或者老父亲 把你们送到门口 我这首歌是写了有八年 七八年了 就是在七八年以前 我母亲啊 我母亲八十多岁 八十二岁的时候 得了肺癌 查出肺癌 肺癌以后就非常纠结 很难过 我从来没写过歌 因为我是舞台话剧演员 影视演员 但是我就一晚上写出这首歌 我说歌词从哪来呢 我想来想去 就是每次回家 我要又要过完年 或者是怎么样出去再拍戏 去工作的时候 离开老母亲那个场景 其实就是一段故事 就是一段故事 心里的一种东西 就像我们平时说的话 很高兴很开心 你们两个今天晚上 能在温哥华 这样一个舞台 和我同台 把这首歌送给 在座的所有的 我们的朋友 我们的亲人们 好吧 一壶老酒 送给大家 海湖老酒 让我回回头 回头啊 黄洁 妈妈的泪在流 每次我离家走 妈妈的松儿 从家门头 每一回我离家走 一步伞回头 喝一步伞回头 醉上我心头 弄月的香味啊 咋也酒喝不够 每一次你切叮咛 妈妈你拉着耳的手 每一回一碗祝福 而在心中流 无论你拥有多少 无论你地位多高 无论你走到哪里 我们的老母亲还现在 我们的家就在 我说的对不对啊 对 我们的老母亲还在 我们还是儿子 还是婚女 对不对啊 对 要孝行天下 也好 喝下什么 我老酒啊 让我回回头 回头啊 黄洁 妈妈你还着手 一年年都这样过 一刀刀周恩爬上你的头 一杯杯就这样走 春夏冬河秋 喝上这胡老酒啊 让我回回头 回头望望街 妈妈你还没走 一年年就这样过 一刀刀周恩爬上你的头 一杯杯就这样走 春夏冬河秋 喝上这胡老酒 侍我 让人回头 喝上这胡老酒 种一销 lingerie说 我 让知回头 和上这胡老酒 那琴妈妈娘也朽 牵着 백回股 挥手啊 我大苦的往前走啊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